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唐粒美食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烤箱版的孜然烤羊排 用这个方法烤出的羊排 羊肉非常的鲜嫩,一点都不柴 做法和用料也很简单,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先将650克切好的羊排撒上薄薄的一层食用盐 覆盖腌制30分钟 所有的调料都在这里 我会写在说明区里 在腌制过的羊排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再撒上一层孜然粒 然后撒了孜然粒的这一面朝上 把它们摆在烤盘上 摆的时候一定要一个紧挨着一个 这样一来可以保持烤的时候水分蒸发的尽量慢一些 另外撒上去的调料也不容易漏到托盘的底部 摆好之后在表面用毛刷子淋上一些食用油 这样可以很好的锁住羊肉中的水分 防止在烤的过程中 防止在烤的过程中羊肉变柴 这时候烤箱190摄氏度提前预热 放入烤箱中上层烤5-8分钟 根据你羊排的大小来决定烤的时间 当表面已经变色的时候 把所有的羊排都翻一个深 同样一个挨着一个的摆放整齐 所有的羊排都翻过深之后 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同样撒上季燃力 最后用毛刷子淋一些食用油 继续放入烤箱 同样190摄氏度 烤10-15分钟 你要根据羊排的大小来决定烤的时间 我这个只烤了10分钟 然后取出 在表面撒上厚厚的一层孜然粉 再根据你的口味撒上一些辣椒碎 这时候的羊排已经基本上烤熟了 最后根据你的口味撒上少许的食盐 同样用毛刷子淋上一些食用油 尤其是在有辣椒碎的地方 然后继续放入烤箱 这时候只需要烤三分钟 让热油将辣椒碎呛香就可以出炉了 香喷喷的烤羊排就这么轻松搞定了 来一块尝尝 外皮有点焦酥 羊肉的口感又嫩又香 回回都是上桌瞬间一抢空 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做法又很简单 用同样的方法烤羊肉串 也是非常的美味 记得一定要将每一块羊肉 撇紧实的穿起来 推荐你一定要试试 这个烤箱版的自然烤羊排 如果你喜欢就点个赞吧 记得订阅我 谢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羊